大家好 我們的Toser講素主要是因應現在對數據的要求提高了 所以我們從不同的嘉賓和不同行業的管理者 數據的專家和大家分享 怎樣去應用科技上的進步 甚至是管治方面 希望通過不同行業的專家 能夠讓大家在資料的旅程上走得更順暢 和達到我們應該有的一些目的 大家好 我們又來到Toser講素 今集我們找到Daniel 是在電訊行業在數據方面很有經驗的專家 和我們分享一下究竟數據上 在電訊公司裏面 特別是CITIC的電訊 怎樣去運用數據 幫到他們公司和幫到客戶 首先Daniel 可否先介紹一下你自己和公司 好 我是叫Daniel 我是這間公司的 Chief In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ficer 主要負責IT和Data Science部門 CITIC Telecom CPC 其實是一間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加ICT的服務的供應商 基本上 我們的核心 是在整個亞洲 歐洲 和美加都有的 亦都很專注於 China的行業 在大陸來說 也有很多的現象 這間公司由一間傳統的Teleco 在十幾年前 慢慢不停的演變 之後有做訊息安全 之後亦都有做Cloud服務 在這幾年 我們就大力發展智能化的服務 包括Data Science 有不同類型的Algorithm 和一些Computer Vision的Project 都在ongoing走近 在業界來說 都得到不少的獎項 所以在這幾年 公司的轉變很大 因為數據科學的範疇 很好 Daniel 我從電訊開始的時候 未必用很多數據 現在存了很多數據 以及你是負責創新 創新中間還要很專注 在數據科學上 可不可以說一下 在電訊行業上 你們用數據 是怎樣可以幫到公司 或者最重要是這些客戶 怎樣可以幫他們給他們價值 其實一開始來說 我們電訊行業 都真的多數據 但之前的數據比較簡單 主要都是在流量上的數據 如果流量數據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 就這樣學一些圖 整天給一些效果去看 甚至乎去做一些很重要的 就是做一些capacity planning 但一自從AI 數據科學 big data的轉變之後 我們用數據的方法 就不同了很多 為什麼會這樣呢 如果針對內部來說 其實我們內部 發現了我們有很多收集的數據 如果我們可以有辦法 去找到一個特別的特徵的話 其實是可以幫助到公司 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即是無論是客戶的 behavior 無論是我們的capacity planning 究竟我們未來 甚至乎我們現在可以利用到數據 去估計得到我們未來的銷售 可以去到哪裏 近年我們都用了大量的NLP Lateral Language Processing 甚至乎在我們支撐客戶 有些support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利用AI、大數據 去估計得到 其實客戶現在說的問題 跟我們後面的平台發生了什麼事 要做這些過程 中間怎樣開始 以及中間遇到什麼挑戰 怎樣開始 主要就是大約四年前 我們公司決定成立Data Science的部門 因為公司的數據量真的比較多 但有時候可能很多數據就放在那裏 但其實是很有用 大家都不知道 我是在大學裏面 全部找到所有的Pill Math、 Statistic 一些人可能不懂寫Programming 但一定要掃遞好的同事 他們就建立了團隊 大約十多人 其實很快就已經有很多效果 因為他們做的事的方式 不是從你的營運上 或者你平時的工作樓 來看一件事 很簡單的 那些年輕人 就是一堆數 它就變成一堆代碼 然後在數的代碼裏面 找出一些他們覺得有影響力的特徵 當找到特徵之後 去做optimization 就發現我們傳統自己去想流程的問題 可能會想到一邊 很多時候我們同事都可以找到一些所謂的隱性特徵 在隱性特徵裡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那些是一些問題 結果原來那些問題 只要優化了 就立刻解決了很多 因為拿到這個技巧 就發覺Data Science很有用 開始的時候 你推出一些出來 我們找到一些特徵出來 跟業務同事說的時候 他們的接受程度 會不會覺得 你都不認識我的行業 你說有沒有搞錯 會不會有這樣的個性 所以回到最後 亦是一個比較優勝之處 因為我們的Data Science 亦是IT部門 亦是under IT 因為在Telco的一個特性 做了這麼多年 Telco是很喜歡流程化的東西 我們所有都是一些IT化的流程 在IT化的流程裡 我們其實要做一些優化 因為Data Science找到一些問題出來做優化 我們只不過在IT系統上 做出一類型的優化 然後跟一些用戶說 其實現在的程序 可能這個人批先 那個人批後 或者做了一件事 或者做了一件事後 其實每一個步驟都好像一個網站 帶著你自己去走 所以那個阻力來說 始終我們都是科技公司 在這個阻力來說 比較少 但其實我看到有些行家 比如在一些生產 Manufacturing那些 其實阻力會比較大 因為流程化的程度不高 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行業 他們很多流程未IT化 未digital transform 所以他們如果要一些新的流程引入的話 第一件事就是想起以前怎樣做 但是我們公司就digital transform了十幾年 所以就甚麼都digital transform 所以基本上就是 那個同事可能今天這樣做 明天變成這樣做 其實他都不覺得 只不過他按個按鈕的時候 其中一件事我們分析有幾好 我們是分析我們每一個流程 究竟誰是Bottlenet Bottlenet不單是流程本身 因為系統數據 甚至乎連人 我們是有少許Bottlenet的 我們是說誰批得慢 我們去alert那個人 alert老闆你批東西批得慢 來做optimization 所以有些東西 其實我們盡量都說 在User上 不多改變他的雜性 但是找到問題之後 就在IT流程上作出更改 沒錯 公司本身的digital readiness 電訊行業比較高 但也不會朝朝中的 你或者你的同事找到一些東西出來 覺得是這樣做 那就改變了流程 但可能未必是對的 有時會不會再adjust 或者同事會不會看到 信心上面會減少了 會不會我們常常說 不要緊 有個culture就是錯了快點改 又去改回 是怎樣的 正確的 其實我們公司都adopt一個proach 叫做continuous improvement 因為很多時候流程一改 我們就會第一時間 因為大數據找到流程 要改 我們第一時間就會implement 但implement之後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monitoring period Monitoring period 其實也會放回大數據平台 看看是否真的optimized 即是真的improve了 如果不improve了 就fallback 但如果真的improve了 我們都要看improve的effectiveness 但譬如那些流程 因為做多了東西 但improve了少少的話 我們就很大機會 都會有幾個forback 其實我們adopt一個proach 就是continuous improvement 這個continuous improvement 我們自己心裏有一個理念 就是說我們找到 因為大數據找到一些optimization 我們希望那個程序或者process 我們不想整個系統improve很厲害 但我們每一個process 就用一個理念叫做10x improvement 我做了這件事 可不可以increase到我的efficiency by10倍 但不是整個系統 只是過一個step 如果那個step可以的話 我們就會有希望可以做得到 我們會馬上improve 說得不好聽 就是你指著目標 拿著箭去射太陽 射到太陽 射到月亮 我們就會這樣做 所以我們很深信 一件事就是每一個小的step 如果你都可以increase到幾倍的performance 譬如一個系統裡面 有100個step或1000個step 你每一個step都increase到10x 其實整個系統 就可能increase到2x3x的efficiency 首先不是Data Science的KPI Data Science是協助去enhanced process的API 其實有兩部分 我們第一部分做Data Science 就是internally 就是optimize我們的efficiency 這是很重要的 其實另一部分就是銷售上 所以很多時候optimize internal的KPI 其實我們自己做了這幾年 就覺得relatively容易 因為我們的數字都很高 但只要怎樣optimize銷售 反而是困難的 我們那些銷售的KPI 其實去到最後都是說錢 究竟銷售出了的effort 和公司的revenue的increase是否加得到 但其實說真的 這個就真的有點難measure 難measure 但我們都會盡量去做 但我們怎樣盡量去做 就是我們現在這一部分 現在我們Data Science的病房 就開始把我們客戶的流量 或者一些信息安全的數據 收集了之後 我們會分析 我們會做自己的capacity planning 但同一時間 我們也是expose給客人 但我expose給客人 不是說我給你一堆數據 你想怎樣用 其實不是的 我們現在的Data Science 部門已經開始對客人了 我們最近都贏了兩個project Based on我們的AISD Van的項目 就可以integrate到客戶的business system 譬如他們的銷售系統 CRM等等 和它的network 或者security的data 來做一個correlation 究竟可以告訴客戶 你用我們的東西用得值不值 還有原來你的客戶可能因為 某一個地方突然做促銷 流量要突然飆大 我們又可以提供數據 究竟要飆大多少 我們現在甚至乎 接下來開始會推出一個 我們叫做 中文一點 叫做沙盤掩面 是其實數學家 可不可以在數據裏面 找到隱成的特徵 這個才是重點 是的 其他的同事 會不會你開始有些訓練 他們 或者開始令他們對數據的敏感度 會高一些 從而將來看有些self-service的東西 他們可以去玩數據 找到機會 或者找到一些可能風險的東西出來 這方面的direction 你怎樣看法 這方面的direction 其實我們都有的 但不是直接給同事 訓練到他們 變成Data Science Expert 其實真的不容易 這方面 而且數學背景要很好才行 因為其實我都脫了十幾年 再去刨書 才能記得以前的東西 但我們就到另一個 就是Data Scientist 會去指導他們 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一些問題 特別是因為我是Executive Committee 很多部門都會提出一些問題 當它提出一些問題 我們就會帶它到Data Science的團隊 問題其實不是直接指到我們部門 只不過是公司某一個問題發明了 Data Science團隊 就會默默地去想 究竟Data Science 能否協助到我們的User 然後再向User提議做這件事 我覺得這樣的效果會好些 Rather than說 你有問題你就交給我 你交給我 我又不知道真的做不做到 所以我們會去撿這些問題 這些project出來去鑽研 沒錯 始終Data Science的人民多 公司越來越想運用Data 可以幫到他們 那些同事 你怎樣去Prioritize 那些project 例如有10個request去做的話 那你的團隊不是那麼多人 你是怎樣Prioritize 你的同事去幫這個業務呢 大家也要一起開個會 然後決定哪些行先 當然這件事一定會發生 但其實我們的Prioritize 都比較簡單 怎樣Prioritize 最重要是一間公司怎樣生存呢 就是兩件事 究竟你的revenue generation 可以不可以 我們很HighPrioritize 就是所有東西會影響到業務 的話 我們就會Prioritize 第二件事就是capacity planning 即是in the future 如果生意太多 就像現在的網購一樣 這件事我們就會這樣Prioritize 之後就會去做一些 所謂Wriffle Optimization 例如HR、Finance 我們都會Prioritize 但是Depend on situation 譬如Finance 關於Building 我們就會HighlyPrioritize 但是反而回到一些 簡單一點的reporting 是否重要的就會先做 但不重要的就不會 但是一切以業務為準 總之以業務、營運 然後就其他 你都會Prioritize 你們容易拿到budget 去做這些data related project 我做了data science之後 就發覺這個budget上 其實就不是真的那麼多 即是比起我其他公司做IT 你都會看到他們花的錢 在很多infrastructure cloud service 甚至乎office等 這些license 其實他們花的錢都挺多 但其實做data science 只要用心做的話 其實大部份的東西 都是在open source上找出來的 其實最貴的是人 因為data平台都是storage 都是傳統的東西 但是人們如果掃得好 找到好的algorithm 其實它設計到好的algorithm 基本上就是自己的IP 其實我們的data science平台 基本上都是open source的platform 來組織出來 是的 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是怎樣作用好一點的data 第一件事就是說公司 在工研工 就是我們要先打響這個知名度 在這個行業 因為這個行業本身都是新的 我們都很鼓勵我們的data science 團隊出去 一直我們都會參加不同類型的比賽 包括data science 或者computer vision 其實兩件事都related computer vision的比賽 因為員工在比賽中 拿得到好的成績的話 他們回來很多時候 都會有一些新的想法 因為這些比賽很多時候 都會是一些很刁鑽的問題 他們如果真的解決得到 其實回來 我們有一些很新的想法 想法就會做出來 其實可以說回一個比較經典 我們網站也有說的 就在國內天池數據大賽 關於COVID-19新冠疫情的時候 餓鳥媽出了個比賽出來 說怎樣去optimize 所謂騎手 即快遞員的project 怎樣去optimize他們的速度 怎樣去派單 我們同事就去參加了這個比賽 全球性的 他要offer全球性 但都是針對大陸 900多間學校和organizer去參加 我們公司就拿到每種冠軍 這個都很厲害 但在裏面來說 其實奠定了我們未來發展的方向 因為我們在裏面 發覺怎樣optimize都好 就是找特徵 我們最後來optimize的數學不是很複雜 都是一些普通LGB、TSP 但我們就找到一些很特別的特徵 在騎手送快遞的時候 原來他很喜歡由A點到B點 B點到C點之後 怎樣派他去最近的都沒有用 人是喜歡走回A點 這是人的semantic的一個想法 我們就發現了一個這樣的特徵 而所有對手都發現不到 我們就針對性去optimize這個特徵 我們就已經是improved performance 差不多 即是說delay order和送order 都差不多三四十%的improving 連教授評委都覺得很神奇 我們怎樣去做 我們其實也引證了我剛才所說 不是我們的行業 Data Sciences的重要性就是 你盡量不要告訴我行業是做什麼 你還要給一大堆數據 它就全部變成代數 去XYZ 然後它在裏面就找得精 然後它就可以找到一些很特別的結果出來 你從來都沒有想過 其實這些都很學術性的東西 以前我覺得學術性的東西都沒有什麼用 但這幾年之後發覺很有用 其實你將這些學術性的流程 或者一些不同的計劃 拿出來 它可能以前VSM是教你怎樣去port chart 怎樣optimize 每一個地方的幾多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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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產過程 怎樣擺放一些位置 其實你就可以嘗試在這些地方 這些這樣的tools 你的行業自己的tools 去思考IT或者data science 怎樣去help你這個process 無論是那些project manager 就會容易接受很多 盡量用這個approach 是各行業 譬如insurance 或insurance 一些學術性的流程 它未必會加入IT或者data science 但是從那個角度去想 然後就將data science 逐筆逐筆 不要整個系統都轉去做很advanced的digital transformation 而是每一個流程 用一個small step improvement 當你每個step都可以improve得到 最後你就會得到一個好好的成果 今天謝謝Daniel 我也學到很多東西 希望觀眾都可以錄到很多東西 我們下一次的Tool Sir講述再見 謝謝 拜拜 今天我很開心 跟CITIC Telecom CPC的Daniel 就是他們的data science的主管 去談一下究竟他的心得 怎樣可以用data 可以幫到不同的同事業務和客戶 我重點應該可以有三點 第一點就是你公司如果文化 或者能力 digital softiness 即是說你那個數碼轉型的程度 越高的話 同事接受數據 或者欣賞數據 可以幫到他的機會就會大些 CITIC Telecom CPC 他們的digital readiness 是比較高的 所以Daniel的工作也都比較順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關於人才方面 很多時候我們很難找數據科學家 又要用很高的人工 Daniel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在大學裡面發覺一些 未必一定很熟計程式 但對數是很有敏銳感 很有能力方面的數據的人才 對於數的人才 即是mathematics 這個其實有什麼怎麼用呢 就是回來的時候 他們可以用他的不同的數學能力 在數據裡面找到一些很不同的一些模式出來 或者發現一些例外的例子 從而他可以不需要很懂電訊 但可以提到我們的同事 例如在業務上 在營運上 他有不同的看法 從而可以測試 就可以將他們的流程 他們的營運 甚至客戶上不同的服務 和需要 就有一個很好的突破 這個就在人才方面 可以在這方面發掘到 和培養這些年輕人 但是關注都是關於人才 怎樣去保留 或者去令到同事做得開心 很重要的是 你要給他們一些信心 以及認可他們 Daniel常常都希望 鼓勵同事去參加外部的一些數據比賽 過去他們贏了很多不同的獎 從而當然技能會高了 同時也是一個很好的認可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很重要 就是究竟無論是電訊 或者其他行業 有什麼心得 令到他們用數據更加好 未必每間都有這樣的基礎 Daniel跟我們分享了 很重要的是 比如你不是電訊 你可能是生產 你可能是零售 可能是其他的 每一個行業都有自己的特性 他的特性裡 能不能夠我們可以找到出來 從而我們可以用數據去幫他解決一些特性裡的困難 一些同點 出發點就是這裡 所以很重要的是我們業務同事可以提到他商戶方面 或者做生意、營運上面的一些不同的難題 從而數據的隊伍可以去進一步 用他的能力 不需要很了解業務 反而要客觀一點 去看看究竟數據裡說到什麼給我們聽 從而給到一個另外的角度 另外一個方法去解決這些業務 或者營運的問題 這三點就是Daniel跟我們今天分享的重點 希望能夠幫到大家